好 要告訴您從今天開始 新北市也跟上了限速政策 手搖飲料業者必須改用紙杯來替代 但是一個紙杯成本 比起塑膠杯就貴上三塊錢左右 也讓店家的負擔變得沉重 新北市五月一號開始 限速新制上路 飲料電競只使用一次性塑膠杯 違反規定最高可開罰六千元 手搖飲業者不敢掉以清新 只能選擇以紙杯替代 其實不只雙杯接連禁用一次性塑膠杯 桃園也宣布會在今年七月跟進 至於台南則是積極討論中 最快今年十月實施 預計二零二四年 全台將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膠杯 紙杯成為搶手貨 成本勢必越來越高 似乎讓不少手搖飲撐不住 紛紛含漲 主打新鮮水果現切現炸的馬骨茶房 五月二號起 部分品項與配料調漲五元 武童號也已經公告 搶先在五月一號部分調漲 你願意開這個店你反而就要吸收這個成本 不然你就不要開這個你去改行開別的店 如果不用的話大家都用杯子應該不會漲價吧 漲價空間應該比較不會吧 響應環保擴大減速 無奈成本跟著變高 也考驗店家如何因應 接著主委者王家慶新北參謀道 民生訊息又來看到是國內的 這個白肉雞價格持續在上漲 那麼連帶也導致了雞排等等 相關食品出現了漲幅 而根據中華民國養肌協物的爆價 昨天呢白肉雛雞 每隻從三十九元漲到四十元 再創歷史勾架 實際走一趟市場也可以發現 其實不只是白肉雞的價格在節節攀升 包含像是土雞等等雞種也都漲很兇 快很準分切嫩雞 一大早攤商忙進忙出 菜籃族東挑挑西旋旋 不過市場買氣似乎降溫 因為雞肉價格又要漲 現在每天幾乎都在漲 因為要飼料櫃啦 不管土雞肉雞都在漲 氣候不穩定加上禽流感嚴峻 造成雞價飛漲 看看白肉雞除雞 每隻價格從去年年底的三十五元 到現在一隻飆到四十塊 創下歷史新高 俐落刀工剁下一塊塊雞肉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吧 我大概兩三天去買一次嘛 都有漲價 大概一成多吧 差不多兩成吧 不只業者好苦惱 民眾也快買不下去 雖然現在淡價趨於穩定 五月美金有望下降三元 但一路往上飆的機架 還是讓荷包大失血 記者林世達 張成岩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